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在台灣其實要取得各式各樣的外食料理 或者方便的各種現成的醬料真的很容易 但是市面上各式各樣的水手可得的 這些調味料醬料 那難免會有這個特定的食品添加物 長期的攝取 事實上對我們的健康是有影響的 其實假設說你的醬料 像是阿凡老師他都會做一些自己的醬料 這種型的其實我覺得都不用到太擔心 那為什麼醬料其實對我們可能會有些影響 我先講一個我印象很深的案例 這是一個小弟弟 媽媽帶著小弟弟來 那小弟弟很困擾的原因是因為 他一直以來很嚴重的過敏 是從氣喘到他的過敏性鼻炎 到他的異位性皮膚炎全部都是問題 同時他媽媽很心疼是 他的這個指甲 如果我們正常人的指甲是光光亮亮的 他沒有一片指甲長得是完整 就是他媽媽覺得指甲跟營養有很高的關聯 他指甲裂成這樣代表他的營養一定不好 再來就是每天白天起床 他媽媽都要換床單 為什麼 因為他養到他會一直去抓身體 抓到整個床單 就是很多血跡 所以他媽媽就覺得這個過敏一定得處理 所以他當時就來找我們去處理這個問題 當時因為這種過敏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懷疑跟一些 接觸性的過敏或食物性過敏有關 我們一驗他的食物過敏源有15種 15種是什麼概念呢 他裡頭有米 有小麥 什麼意思呢 讓他能吃什麼主食 對 他其實除了澱粉類過敏 他幾乎所有我們可以看到的蛋白質類也通通都過敏 我們想得到的雞蛋 牛奶 這個牛肉 幾乎所有他我們想像得到可以吃的蛋白質跟澱粉 全部都過敏 那其實這種通常我們知道的是 他的腸道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時候媽媽就覺得說 他已經營養不良了 你還讓他都不吃 那他接下來要吃什麼 那時候我就跟他討論 我們就發現他 因為他是跟 他們是三代同堂 所以阿公阿嬤其實在飲食上 我們在拍照的飲食 就會看到他常常會放一些 這個沾醬在他的食物上 我就跟媽媽說 那不然我們先這麼做 我們在第一個月到第三個月 你就讓他都不要吃醬 都吃原型食物 然後我們再看看 我們能夠怎麼開始做調整 再三個月回來之後 他說他其實都沒有避食物 他光把這些醬料 糖果 餅乾 避掉之後 他的過敏就好了一大半 所以其實為什麼有這個現象 當我們過敏有好多 像我們通常有時候會叫你自己去看 如果你的過敏食物超過五種 甚至八種 甚至十種 讓你覺得好奇怪 你怎麼可能天生對這麼東西過敏的時候 可能腸道出了問題 腸道出現問題的時候 有一些更微小的食物 他就很容易會 讓我們的這個發炎感跟我們的刺激感變得更明顯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醬料 這張圖表是去統計 我們可以加在醬料裡頭的一些食品添加物 這些食品添加物的種類其實有 比如說防腐劑 你要讓這一個 你總不可能這樣一開封一天吃完就結束了 他通常是一次可能就會放上半年的時間 防腐劑的成分再來是調味劑的成分 他有一些其實他是一些營養添加的成分 但是不管他是什麼成分 這些成分其實我會把它叫做一個名字叫做奈米食物 他比我們一般的原型食物 比我們的很多食物來得更加小 所以當你身體已經過敏的時候 這些奈米食物就更容易透過我們的腸道 去刺激我們的腸味道 所以他常常會發現這些食物添加 在有些過敏的人我們請他不吃 他的過敏源就會改善很多 那除此以外我們知道很多醬 他通常會有一些口味上 辣的 鹹的 甜的 所以鈉含量高 甜的糖含量高 當然除了我們下面講的過敏以外 他就可能會出現腸胃道的負擔 高血壓的負擔 糖尿病的負擔 所以其實我覺得 醬料在這個我們的亞洲的食物來講 確實是個靈魂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在攝取上要嘛就減少 要嘛就改做天然醬料 他才可以避開我們說過糖過甜過鹹 或者是太多食品添加的問題 我們都會請大家去吃蔬菜 因為說蔬菜有飽足感 確實是很多人的另一個選擇叫做吃這個 我們說的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真的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生菜沙拉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他通常很多人是不是那麼喜歡那個菜味 所以會為了用很 這個把這個菜味壓下去 他會用很多的醬去掩蓋這個菜味 結果搞了半天 你的生菜或者你的蔬菜量吃的其實並不是很多 但是你的醬就吃了很多 而然而這種醬的熱量通常都是非常的高 現在其實醫學上有一個 我們很常在門診上被問到的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藥 這個藥呢據說 它其實真正的前身是一個糖尿病的藥 但現在被很多人直接叫它名字叫減肥症 林冠姐你有聽過嗎 有 確實在講減重的時候 最近這個減肥藥蠻有趣的是什麼人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可能可以考慮做這樣的減重施打 第一個就他真的很肥胖的人 第二個是他真的很難控制食慾的人 這個跟減肥真的原理有關 他是怎麼被發現的呢我們發現說當我們在吃東西 吃飽的時候我們甚至會分泌一種激素 這個激素叫GLP-1 這激素跟似乎跟飽足跟你不會再吃東西是有關聯系的 所以這個其實藥本身它的那個發展 它就是利用這個荷爾蒙去發出這個藥 而這個藥對控制血糖有幫助 所以變成糖尿病的藥 但是同時發現當它 因為這個藥其實是要注射的 它跟我們一般口服藥不同 但當它打進去的時候 這個人他的食慾就會下降很多 所以這種藥他針對食慾很高的人 或者是他就算他已經吃蔬菜 他還是覺得那口服之魚完全擋不住的人 他可能是有效的 他的有效程度在文獻上來講的話 有些人會有到五公斤 有些人的程度是到很高的 我自己講我臨床上的病人的經驗 跟我觀察的發現 就我老公是我的小老鼠 在我第一次知道這個藥我就打到他身上 打多久 他總共我只讓他打三個禮拜 因為他真的只是做測試人 他在一開始打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他真的晚上不會去摸冰箱 他不會去摸冰箱 他平常都會拿一個流排起來煎 晚上的時候 現在都不會了 他就會默默地坐在那裡 他也都吃不下 他確實食量看起來有減少 直到他沒打針後 就非常明顯 為什麼呢 沒打針後我才發現 因為他那麼喜歡冰箱 他一沒打針完之後 他每次把任何身軟 都在冰箱附近 一直在打開冰箱找東西 我才發現他真的對抑制食慾有幫助 所以確實我們在臨床上 我有幾個個案 他這些個案是他可能我們透過我們說的健康飲食 我們透過一些身體調整 他似乎對於那個口腹之慾的抑制程度 仍然沒有幫助 我們就會打這個針 然後其實他現在 就是他是一週打一次 所以如果假設大家真的有想要打的時候 你可以去醫院問問醫生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人我們是沒有那麼建議施打的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可以跟醫生討論 那他確實是一個我們在現在減重人家蠻有趣的東西 然而如果你本身食慾很小 你還是胖 那你就完全不適合 他代表的可能是你身體背後有疾病 所以如果你食慾很小 你就千萬不要靠這個針 因為你已經吃夠少了 你已經沒有營養了 這時候打這個針 我覺得不只沒效 還可能會造成身體負擔 而且這個 Much辣子 就進去的 一會兒